可以稍微分享一下妳現在的心情嗎 嗯 就覺得沒關係盡力了 然後 老師講的話我跟妳進去 然後想一想 如果說以後再出這樣的菜可以再出什麼樣的變化 那妳今天這道菜妳大概花了多久的時間去準備 就是看到食材的時候 那我開錄的時候我再下來下來 那妳可以分享一下妳在拿到菜的當下的那個反應 就是那個想法那個moment妳在想什麼嗎 都是妳想到的小朋友 就是因為是媽媽的腳步 然後我們現在是做健康料理 所以就會以這個腳步去做法